在一起 然后Long-Term Memory Long-Term System Long-Term System里面 Long-Term Memory就很多 我们看上面这个图了 上面这个图里面 Long-Term Memory里面有Explicit跟Implicit 有外显跟内影的两种记忆 就是藏心存 那外显内影的 那我们看外显的里面呢 有这种Exotic Exotic Memory是事件 事件性的 今天发生什么事 我今天这个去约会 或者有间聚餐 这个我今天庆祝 庆祝跟女友交往几年的这个 纪念日 那等等 那这是一个事件 那事件的记忆这是一种 那第二种是这个 Explicit里面的是Sematic Memory Sematic是所谓宣告式的 或是这个Declarative Sematic Memory 有时候叫Declarative Memory 像你要 你真正要去记它的 比如说我要考你一个微积分 你这样还会被解 那这个 那或考你一个离散数学 或考一个资料结构 那真的要去回忆这个 去 那这种是这个Sematic的 那 那还有一种呢是所谓Procedure 那这Procedure跟 呃 跟这个MotorsKey 那有有的是 这个是比较广 等一下我们会再分一下 那跟MotorsKey有点不太 Procedure是有 有过子有有这个 一步一步的 但是你要去记它 一步一步的这个部分 但是有的时候 有人把Procedure Memory 把它变成是Implicit的MotorsKey 那那那这两个 呃有的时候有的很多地方是在混用 但是一般来讲 有一些Procedure是你要去记它 那有一些 有一些是不用记的 像Implicit memory 什么叫不用记 MotorsKey 骑脚踏车 你要不要记怎么骑 会了就会了 对 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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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MotorsKey你就会 那一些习惯 这个你就不用 或是有一些 更 简单的Classically Conditioned Response 这个你也不用去 去记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例子 所以大概你就看到 有有这个Sensory Store Short Term System 还有Long Term System 这样分 那后面等一下我们就把 Short Term 然后Long Term 里面每一个这个 到Walking 等下再跟大家介绍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在这边